分尸狂魔艾斯曾经说过 超兽是根本没有痛感的 超兽的代表巴拉巴当局表示 艾斯我谢谢你全家 今天大蒙凯哥来接着盘一下 那些被奥特战士打得痛哭流气的怪兽 他们分别是硫酸怪兽霍 格尔揪雷电 以及善良的塔塔斯王一家三口 被奥特曼打哭的怪兽之一 硫酸怪兽霍 这个名叫姚的少女 他有预知未来的能力 他梦到明天也就是周六 硫酸怪兽霍将会袭击地球 无论欧布如何努力 他都会被霍的硫酸光线所击杀 少女对自己的梦深信不疑 并坚信人类无法改变命运 第二天一早 硫酸怪兽霍果然出现在现实的世界 面对霍的大肆破坏 红凯迅速赶来 此时的霍吸收了空气中的负能量 开始流下了高浓度的硫酸眼泪 此时红凯才发现 让霍拥有能量的正是姚的绝望和自身悲伤 面对霍变满加厉的破坏 几束火球就将霍炸得灰头灰脸 还不等欧布正式出招 霍便转过身去 再次流下了鳄鱼的眼泪 突然一个硫酸光线将欧布打得措手不及 面对着霍的手舞阻挡 欧布冲上去就钳制了他的大脑门 随后对着霍就是一顿狂小 霍再次失落 不计重演的他再次偷袭欧布成功 并再次将欧布顶撞出去 接着硫酸光线击中欧布 欧布又摔在大地之上 霍的负能量不断增加 欧布只有挨打的份 就在霍对着欧布狂悟了数小时之久后 不断遭受踩他的欧布红灯闪烁起来 遥想起洪凯对他的鼓励 他决定切断负能量站坐起来 果然欧布瞬间能量满满 一下将霍扳倒在地 欧布顺时大手一挥 一招斯特宾姆爆炸 将霍炸在一片火海之中 紧接着欧布化为重光形态 失去负能量的霍 此刻被重光欧布吓傻了 在欧布威严的面前 霍果真再次流下泪水 就这样一怪一傲对峙着 欧布召唤斯派利敖光线 光线射向不再抵抗的霍 顷刻之后 便将它灼烧在空气之中 被奥特曼打扣的怪兽之二 戈尔揪雷电 数十年后 戈尔揪雷电突然苏醒 为了消灭这个巨大的威胁 赛文加乌英达姆迅速的参加到战斗之中 但面对戈尔揪雷电强大的攻击力 乌英达姆赛文加双双战败 此时泽塔奥特曼从天而降 泽塔召唤出M78流龙卷闪光盏 闪光盏呼啸着冲向戈尔揪雷电之后 一招光纶将戈尔揪雷电切得遍体鳞伤 就在泽塔发射则斯蒂姆光线之际 却突然发现戈尔揪雷电被打得痛苦流涕 他的眼泪搅动了摇灰的心魔 那正是他们误杀了雷德王的愧疚 泽塔停止攻击 红灯也开始闪烁 戈尔揪雷电抽转时机 一个雷电蓄能之后 只听砰的一声射向泽塔 泽塔召唤屏障抵挡 一番长久的抵挡之后 还是被击了出去 戈尔揪雷电趁势遁地而逃 数日之后 戈尔揪雷电再次来袭 同样的对手 同样的战斗局面 泽塔再次从天而降 一脚便将戈尔揪雷电踹翻在地 阿尔发形态的泽塔 依靠高超的格斗术 一度将戈尔揪雷电压制 然而就在泽塔 又将戈尔揪雷电消灭之际 这祸又又又又哭了 戈尔揪雷电哭喊的模样 再度让摇灰内心憔悴 泽塔停止了攻击 居然化为原始形态 就在此时戈尔揪雷电 一炮击中翻新的泽塔 泽塔身受重伤倒地不起 杨子一看自己的偶像被打 瞬间暴跳如雷 只见他驾驶筋骨桥 飞到戈尔揪雷电的上方 一招佩戴尼姆离子炮 就将这祸炸得灰飞烟灭 被奥塔曼打哭的怪兽之三 托塔斯一加三口 泰罗撒上鹰子的从天而降 对着托塔斯王后就是一顿猛笑 还不等泰罗再次出手 王后便倒在地上痛哭起来 他砍出的火焰珠 缠绕泰罗后就是一番轰炸 王后一个鲤鱼打挺 泰罗一招粉碎之光便击中王后 就在此时ZT空中战机再次补刀 就这样托塔斯王后一番挣扎之后 身受重伤地倒在泰罗面前 饱含泪水的他从口中吐出他要保护的蛋 眼看小托塔斯孵化出来 泰罗这才明白 他只是在保护自己的孩子罢了 但是人类对托塔斯又做了什么 除了捕杀他们抢他们的蛋 然后对他们就是赶尽杀绝 泰罗恍然大悟于是制止了ZT的攻击 刚出生的小托塔斯看着死去的母亲 顿感相当无助 而泰罗内心也愧疚起来 就在泰罗想帮助小托塔斯之际 却被这小家伙咬了一口 正所谓杀人偿命欠债还钱 这时托塔斯王杀了过来 之间他一个飞撞就将泰罗撞翻在地 泰罗并不反抗而是望着这一家三口悲惨的命运再次陷入沉思 托塔斯王叼击小托塔斯放置其背上之后 他要将杀妻之仇的泰罗一命相抵 泰罗就这样完全不反抗地任由托塔斯王发泄着内心的情绪 在托塔斯王数轮的轰炸之后 托塔斯王使用成长光线使消托塔斯迅速成长 并告诉他杀母之恨不共戴天 就这样小托塔斯对着泰罗的左腿就是一阵撕咬 泰罗依旧不反抗地任由父子的殴打 泰罗甚至托塔斯一家已经无法再安心待在地球 于是他带着托塔斯王护的尸体飞向宇宙 托塔斯喊着儿子快点追上去 但发现儿子还不会飞翔 气得老子用背托塔 却发现儿子体重太重 耶里亚又一起摔了一个盗宰 此时赛文来到地球 他实在看不下去了 在他托起小托塔斯后一飞重天 托塔斯王后被复活后 被赛文安排到环境失忆的M78星云 阿尼玛尔星球上定居